日用天良 常年期第三十三周星期一 《玛加伯书上》,《毕章》10-15节,41-43节,54-57节,62-64节 那时候,从亚历山大王的大臣和子孙中产生了一条祸根,就是安提约古的儿子 安提约古阿批法乃,他曾在罗马做人职,于希腊帝国137年,登籍为王 那时,在以色列人中,出现一些歹徒,善或民众说,我们去和我们四邻的外方人立约,因为自从与他们绝交以来,就遭遇了许多患难 这种舆论很受当事人的欢迎,虽有一些人极为兴奋,便去朝见国王,国王就批准他们,采用外邦的礼俗 他们便照外邦风俗,在耶路撒冷修建一座体育场,且弥补哥森的痕迹,背离圣约,为服从外邦人规律,自甘堕落 国王随后预令全国,使所有民族,合成一个民族,每个民族都要放弃固有的礼俗 于是各外邦民族,都表示服从君王的御令,也有许多以色列人,担心接受外邦宗教,向偶像献祭,亵渎安息日 145年,基色楼月15日,国王在祭坛上,毕了一个可憎恶的邪恶,同时在犹太各城,修筑了祭坛 在各家门前集结石上焚香,凡找到的法律书,都撕毁焚烧,凡搜出存有约书或恪守法律者,不论是谁,都应按御令处死 虽然如此,仍有许多以色列人,坚持不辩,绝不吃不洁之物,宁愿舍生,也不愿因吃了不洁的食物 而占污自己,更不愿亵渎圣约,因此他们被判处死刑 这实在是天主向以色列人,所发的圣怒 圣勇 为了背弃你法律的罪人,我不知不较的怒火焚心 恶人的绳索,虽将我缠起,我却未将你的法律忘记 求你救我摆脱,人的欺压,为使我能遵守你的律法 非法迫害我的人已临近,他们都远离了你的法令 恨不得就恩远远离开恶徒,因为他们不理睬你的法度 奸党恶被我一看见就会生厌,因为他们都不遵守你的规范 路加福音 十八章三十五至四十三节 耶稣将进耶里哥时,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 听见群众路过,便查问是什么事 有人告诉他,是那扎类人耶稣经过 他便喊叫说,耶稣,达位之子,可怜我吧 在前面走的人就斥责他,叫他不要出声 但他越发喊叫说,达位之子,可怜我吧 耶稣站住,叫人把瞎子带到自己跟前来 当他来进食,耶稣问他说,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 他说,主,叫我看见 耶稣对他说,你看见吧 你的信得救了你 他立刻看见了,所以跟随着耶稣,光荣天主 所有百姓见了,也都颂扬天主 圣经反省分享 马加伯上,一章十至六十四节的经文反映了以色列人 在安提约古俄批乏乃四十统治期间,所面临的挑战 他强调了他们所遇到的,放弃信仰并融入周围希腊化文化的诱惑 物质利益和社会接受的诱惑,导致一些人妥协他们的信仰 并从事违背他们祖先信仰的做法 这提醒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在顺应主流文化时,也面临类似的诱惑 然而,天主要求我们 要坚定我们的信仰 抵抗假神和空洞的承诺的诱惑 这段经文也让我们见到 那些即使面对迫害和死亡 仍然保持忠诚 并拒绝参与不洁行为的人的伟大的见证 他们坚守对天主的盟约的承诺 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敦促我们审视自己的生活 找出我们可能在价值观上妥协的地方 作为基督的追随者 主耶稣要求我们去按照 无条件的爱的诫命生活 即使面对阻力和批评 仍然拒绝世俗的价值观 怀有同情 宽恕和无私的心 让我们审视自己的生活 并重新致力于 按照基督的精神价值观生活 愿我们找到力量和勇气 来抵抗世界的诱惑 并忠实地走上 爱与正义的道路 圣勇119篇53-158节的经文强调 要真诚向天主祈求 全心全意地爱天主的诫命 和寻求救恩的重要性 经文鼓励我们 要优先考虑祈祷 而不是顾虑生活的琐事 并在清晨 为向天主祈祷而腾出时间 相信天主的应许和诫命 必会带来安慰和保证 侍奉天主的人 不必害怕受到非信徒的反对 因为天主总是 离那些信靠他的人很近 并且他是信实的 路加福音18章35-43节中 虾子的事迹 帮助我们了解 坚持祈祷的重要性 尽管遭到群众的斥责 虾子仍坚持呼喊耶稣 同样,如果我们没有立即看到结果 我们也不应该放弃祈祷 主耶稣鼓励我们要真诚 耐心地祈祷 直接向天主祈求我们的需要 虾子知道耶稣是谁 也听过他的医治能力 所以他大胆地向耶稣提出请求 我们也应该以诚实和信任的态度 来接近天主 将我们的需要 摆在他面前 耶稣提醒我们 即使在遭受反对或灰心的情况下 我们仍要相信天主会听我们的祈祷 主耶稣教导我们 坚持去祈祷 以真诚和耐心 来到天主面前 相信他的德能 并在他回应时 我们要以感恩和服从的态度去回应主 天主提醒我们 在信仰的旅程中我们并不孤单 当我们怀着谦卑和信德来到天主面前时 天主总是准备好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在路加福音18章35-43节中 这件事迹也有非常重要的定位 它介于另外两个故事之间 都是关于富人的 其中一个是一位富有的官员 高度虔诚的人 他不愿意接受耶稣请他 在他成为门徒之前 与穷人分享财富的邀请 另一个故事 是关于一个被认为根本不虔诚的人 他名叫扎凯 是一位税利长 但在遇见耶稣后 他将大部分财富捐给了穷人 你认为其中那一个 才是真正的瞎子呢? 这件事揭示了天主 如何与我们互动的一些重要内容 那个瞎子 决心要引起耶稣的注意 并且面对众人的反对 他仍坚持不懈 耶稣本可以忽视或则骂他 因为他打断了他的讲道 并打扰了听众 路加福音18章24至34节 耶稣给我们立了 行动比空谈更加重要的榜样 这个人正在迫切需要帮助 耶稣不仅准备好 同情他的痛苦 而且还准备以行动 去减轻他的痛苦 瞎子用信心的眼睛 认出了耶稣 他摆脱了双重失明 他不仅摆脱了身体的盲目 也摆脱了思想和心灵的盲目 如果他没有属灵的眼光 他就不会光荣他为天主 路加福音18章38 41节 主耶稣 请您打开我心灵的眼目 使我能看见 并明白迷得圣言的真理和圣善 愿我永远认出你灵在我的心内 并在我有困难和需要您的医治的时候 向你呼求你的拯救恩典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天 Petro 中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